接下來我們就要上我說過的 其實你生物都學過的 地科的重點你在生物都學過的事情 就是化石劃分地質年代 第一個要先講的叫做化石 化石就是古生物 以前生物的遺骸或者是遺跡 遺骸就是屍體 遺跡就是它所活動的很像我會講生存化石 那化石有很多種類 有一種是完整保存版 西伯利亞挖出了長毛巷 一整隻冷凍巷肉一隻 皮膚毛髮都在 這種叫做完整保存版 但大部分的情況都只剩下堅硬的 什麼牙齒啦骨頭啦 這種部分留下來 其他都已經爛掉沒有了 大部分都是這種 那還有一種是很明顯的它被取代了 取代像這個細化木 看起來是木頭的樣子 可是原來是屬於木頭部分 已經通通被別的物質給取代了 細化木 那還有一種很奇怪的化石 就是旁背層火山爆發火山灰把它蓋下去 裡面的人埋在裡面 考古學家開學的時候 打一個小洞灌一個石膏進去 打開就看到當時那個人在躲藏奔跑的樣子 這樣子也叫做化石 它是一個洞而已 空空的 啥都沒有 但是這樣也叫做是一個化石 證明以前有這個生物存在過 來 這化石 這是化石 然後 那另外一個叫生橫化石 生物活動的痕跡 所留下來的化石 它的爬行的痕跡啊 居住的痕跡啊 我們是類的 叫做生橫化石 生橫化石 就有很多種類 譬如說 完整保存版 西伯利亞挖出來一隻小的長毛像 這大象有名字 我已經不記得它的名字了 因為他們幫它取個名字 對 完整保存版 完整保存版 那 侏羅紀公園 琥珀 琥珀裡面那隻蚊子 然後呢 完整保存 把血抽出來 然後複製恐龍 那太誇張了 沒關係 完整保存版 整隻都被包在裡面 完整保存版 但大部分都只剩下堅硬的部分 恐龍的骨頭 恐龍的骨頭 這很小啦 這非常小 92.3毫米 毫米是什麼 公里 所以只有9公分多而已 9公分多而已 要完整的時候 大部分只剩下 骨頭 硬的部分留下來 好 硬的部分留下來 好 這是恐龍蛋 恐龍 恐龍恐龍蛋 那個現在 就是靜音態叫做民國103年11月6號 好 現在在自然科學博物館有展示恐龍蛋 我看過恐龍蛋都長這樣 長長的 很像一坨 很像一坨 但是我自然有一個長得不太一樣的恐龍蛋 但都跟我們現在看的蛋都風都不一樣 長得不一樣 好 長得不一樣恐龍蛋 好 這是生橫化石 乳蟲爬行的痕跡 爬行的痕跡 還有呢 居住的痕跡 挖了洞 居住的痕跡 然後呢 腳印 看到腳印可以判斷很多事情 譬如說 他是兩個小孩的獅子腳 譬如說 多大隻 因為大象不會走很小步啊 螞蟻不會走很大步啊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他大概有多大 可以推斷一些別的問題 然後情況是怎樣 先腳印 下一張燒噁心 一坨屎 好 來 這也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從那個屎的辣角 可以判斷一下動物到底有多大 因為大象的屎比較大 對不對 狗的屎會比較 小嘛 好 所以他就是一個中型哺乳類動物 好 如果這兩個化石 還有一些消化的痕跡 可以知道他到底吃什麼東西了 他到底吃什麼東西了 他到底吃什麼東西了 好 所以 可以研究 來讓我們了解 就是化石 給各位看一下重點就是 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遺骸或者是 遺跡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先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化石